今年代表台灣參加U18世界盃的中華隊 匯集了國內最優秀的輕棒好手 希望在日本甲子園一掃上屆居第四的成績 其中古堡家商的陳虎 絕對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未來之心 來自台東棒球世家的他 本身就是投打二刀流的好手 今年中華隊除了把他安置在當家第四棒以外 更需要他擔任終結者的角色 受重用程度可見一般 目前我們看來那個陳虎 他從他在母隊裡面 古堡裡面 他就是固定坐在後面 後面的一個close的位置 所以我們不希望把他改變 因為畢竟我們還需要這個 他有強大的一個打擊的一個火力 對於教練團的高度期待 陳虎年紀輕輕卻顯得老神在在 畢竟才剛在五月的玉山杯輕棒賽中 包辦最佳指定打擊獎和投手獎 金況絕佳的他 對終結者的身份不陌生 倒是打擊方面還需要教練團多多叮嚀 因為之前在母隊也是都做這個角色 既然教練給我這個任務 我就盡力去完成 每次教練都會跟我講怎麼去做攻擊啊 就照教練的方式去做 就希望能好好完成建築的任務啊 然後替球隊拿下森林去 或許因為從小受青少棒隊總教練的父親熏陶 陳虎無論是練球還是日常生活 都以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因此大家提到他這位球員時評價都是一個穩字 不管是後援登板或是關鍵安打 總是能為球隊帶來安定的力量 接下來就看他能不能把這份天賦帶到U18的國際舞台上 幫助中華隊過關長將 我要提供完採訪報導